嗨 嗨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呢 是11月23號 星期二 最高溫度才2度 最低溫度 網上已經是零下五六度了 今天早上外面都有一層 蓋了一層血 整個網上 下了一點血花 今天呢 想大家就是 講一下 我不是有一棵五花果樹嗎 底下長了一些枝 深處挺多的 我正好也不太想要了 因為冬天準備給他搬到車庫裡過冬 給他撿一下 在撿的同時呢 充分利用這個枝 因為準備嵌插 嵌插呢 就是說 五花果或其他的一些可以嵌插的植物 一般就是說 冬初或者是開村嵌插 那麼我呢 就是 現在就是說 冬初了 我準備嵌插 那麼嵌插呢 我分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 我插在盆裡 然後呢 就是說 放到 車庫放著 當然交往水 放到車庫裡面放著 等到開村呢 就搬到外面去 一個盆裡 另外呢就是說 我準備用濕的紙巾包起來 然後放到塑料袋裡面 炸好 炸好 放在冰箱保鮮 等到明年開村呢 再插到那個盆裡 放在外面 這樣呢就是說 它那個 被剪切的部分呢 放在冰箱裡面 保鮮呢 它慢慢就愈合了 甚至是說 準備冒出小根 準備 然後春天的時候呢 插到外面也很容易成活的 我以前 五花果擦過好幾顆 都是活了 很容易活的 那這樣就是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那個 牽插用的土呢 我是用三分之一的 皮特帽子 三分之一的 Potting mix 還有三分之一的 Compost 好 那我現在帶大家看一看 一顆五花果樹 大家看到就是 原來向大家介紹過那一顆 借了很多 現在因為 天涼了 你看它那個 葉子就開始 開始落了 那底下有一枝呢 底下有一枝 就是這一枝 這一枝 你看從那個盆裡面 你看新的 長到外面去了 所以呢 我想呢就是說 留兩個 從這個地方 給它 從這個地方 給它剪掉 然後留著 留著一個字 和底下一個字 先留著 然後呢 好 咔嚓 看到了嗎 剪下來了 剪下來了 準備一會擦 我們這個土呢 三分之一這個 皮特帽子 三分之一這個 Potting mix 三分之一 Compost 那我就準備配了 好 那大家看到我這個 土呢 已經 配好了 三分之一的 皮特帽子 三分之一的 Potting mix 三分之一的 Compost 我放在兩個盆裡面 每一個盆呢 就是一家人的 就說你 你不需要就是說 用很大的盆 一個呢 就是準備配這個 今天這個 給這個今天這個 這個用的 另外呢 另外準備下一次 千插月記用的 你看這個圖 就是說 也是很舒鬆的 你看 輕鬆一弄 就散了 這樣就說 你那個 擦上去以後呢 它要生根呢 也就是很容易 太硬了的話 它要生根 它也是 不容易生的 所以就說 要舒鬆的土 保水性要好 所以加了Petmos 我那個剛才 剪下來的呢 你看我是放在這個 水裡泡的 不能就是讓它乾掉 所以就說 你再擦了 我現在暫時不用 放在水裡泡子 或者是用塑料袋 給它包起來 以防止那個濕水 好 這樣呢 我就準備 給它擦在盆裡了 好 那這樣呢 我就 準備牽擦給大家看了 那我這個汁呢 你看 可以有 三次可以擦的 那一個呢 那一個呢 我從這地方 斜的 由45度角切下來 嵌擦一下 好 不用擦反了 就把這個 切下來這一塊 再斜坡的給擦下去 然後呢 這一個呢 也是45度角 好 剪下來 我就要擦兩顆 那麼 剩一顆呢 我就準備 放冰箱 這個頂上這個呢 給它剪平 知道 底下是牽擦的位置的 然後呢 我 準備了這個 擦手指 給它 再濕 開始 暫時了以後 給水呢 擠了擠一擠 不要說太 全是水 就說它 弄開以後 它不流水 然後呢 就給它 我看啊 包起來 給它包在這裡面 頂上這一塊 也都好 包在裡面呢 然後 再放到塑料袋裡面 放在塑料袋裡面 給它 給它 擠好 準備 回家的時候 放到冰箱裡面 好 那這個 我這個呢 弄好了以後 我澆行水去 就可以 可以放在車庫裡面 準備 明年春天拿出去 就很快就會 長出根來了 好 今天就 先這樣 給大家介紹一下 可能光線 不太好 我這個相機這樣 也不算太好 所以說有點黑 但是主要是給大家 講這個事兒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點擊視頻 右邊的訂閱Button 訂閱我的頻道 好 拜拜 Thank you